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瞬间之后 紫云翼猛的一震 只听着半空中响起一道细微的刷的声音 旋即一道模糊的黑影就诡异的出现在摇圣背后的头顶上了 手中的众尺夹杂着狂猛的力道狠狠的力劈而下 那股凶悍的进风就如同是要将面前的空气尽数撕裂一般 背后响起了进风的瞬间 姚圣就已经有察觉了 他的双脚重重一跺地面 猛着一道漆黑的黑水自己脚底抱涌而出 最后与身后的众尺轰然相撞 两者刚一接触 众尺便催枯拉朽般的将漆黑的水叶震成一片有些偏黑的水雾 然而当其落下的时候却是空空如也 借助着先前水气的瞬间阻拦 姚圣已经施展身法闪退了几米 硝烟的重尺弓是刚刚落下 一脸阴狠的姚圣就闪电般的再度扑过来了 漆黑的匕首在食指间急速的旋转 犹如两条能够轻易致命的毒蛇一般 泛着森冷的光泽 见到姚圣竟然正面攻来 硝烟眉头一条 体内的斗气犹如奔腾的河水一般 源源不断的在经脉中急速的流淌 给身体各个部分带来最为充盈与强大的力量 双手紧握着旋重尺 喉咙间响起一道低鹤声 旋迹 重尺狠狠的向前自取 由于进风之强 直接导致重尺所过之处 空气被尽数抽离 低沉的气暴声接连不断的响起刺人耳膜 两者距离在这般公式下 几乎是眨眼变质 然而 就在姚圣的匕首即将和硝烟的重尺相接触的时候 他的身体突然诡异的一扭 身形成一种古怪的姿势 贴着重尺表面几个旋转 便是骤然出现在硝烟左手握重尺的地方 他阴冷的一笑 手中锋利的双臂 毫不客气的对着硝烟的手掌 削了过去 望着场中突然间被姚圣栖身而尽的硝烟 满场都是响起一些惊呼声 这么近的距离 重尺的力量几乎被彻底的压制下去了 按照正常的情况 接下来硝烟恐怕又将会被姚圣彻底的压在下风 甚至若是一个不注意 那刁钻狠腊如毒蛇般的匕首 还会在硝烟身上留下几道不浅的伤痕 在满场惊呼出声的时候 只有少数人微微皱了皱眉头 以硝烟的战斗经验以及速度 如此轻易的就让对方进入自己的攻击盲区吗 望着显向还生的硝烟 柳飞满脸激动 他差点欢呼出声了 然而坐在一旁的柳琴 眼睛却是死死盯着硝烟的脸孔 那里并没有慌张 反而是隐隐带着一丝冷笑 当下柳琴心头微微一沉 场中在无数到紧紧瞩目的目光注视下 姚圣的匕首瞬间就接近了硝烟的手掌 骑上森冷的进风 令得硝烟手臂上的寒毛都倒竖了起来 随着匕首距离硝烟的手掌越来越近 摇胜的嘴角得意的露出一抹喜 就在匕首距离硝烟极为接近的时候 后者终于是有动静了 硝烟并没有采取令人惊讶的反击 而是极为主动的 松开了手中的重齿 重齿滑过了半空 重重的掉落在地上 清脆的响声令得一些人叹息了一声 硝烟失去了武器 战斗还能进行吗 当然 同样也有着不少抱着另外想法的人 因为在这一刻 他们都忽然想起了当初在竞技场的时候 硝烟和白城战斗时的场景 那个时候失去了重齿的硝烟 反而发挥出的实力 比先前更加狂猛 硝烟放弃了武器 同样令得姚圣脸庞上涌上狂喜 这种时刻容不得他多想 手中的匕首突然间被黑色斗气所包裹 一丝丝黑气缠绕其上 一股诡异的腥臭的风气猛然大声 眼唤刺 蕴含着阴冷的喝声中 双把笛手诡异的急速抖动 而随着匕首抖动 那一丝丝缠绕在其上的黑气 宛如具有灵性的毒蛇铺天盖地的暴射而出 每一丝黑气都在此刻具备了洞穿巨石的力量 望着铺天盖地过来的腥臭黑气 硝烟心中清楚 这些黑气不仅力量惊人 而且还蕴含着剧毒 他的双手闪电般在身前结出印结 悬空一声轻鹤 气旋中的纳铃之内 一簇簇青色火焰急速的涌出 随着体内火焰的暴涌 消炎身体之外 也是再度被火焰所包裹 并且火焰蠕动间 以一种闪电的速度在眨眼间 就凝构了一副青色的火焰盔甲 吐吐 无数道黑丝重重地撞击在火焰盔甲上 却是犹如冰块遇到了废油 不断地响起痴痴的声音 原本足以洞穿巨石的劲道 也紧紧令着火焰盔甲凹陷了一些 黑丝暴涌间 骤然两到三朗的光泽亮起来了 玄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狠狠刺在了火焰盔甲上 顿时两道清脆的金铁声响 在全场响了起来 两把漆黑匕首 尽到极为庞大 因此即使轻火盔甲极强 极坚固 依然被其伸入了半尺之长 不过到这儿 却已经是极限了 盔甲上极为炙热的温度 瞬间就令得两把黑黑的匕首 变得火红起来 那姚盛握着匕首的手掌 也是痴痴的冒起一阵白气 吓得他急忙停止调动动气 把手指包裹起来 不过饶是如此 依然是感觉到一股灼痛 逐渐的变强 狠狠的一推匕首 可是 却纹丝不动 无奈之下 姚盛也只能急忙松手而退 后退的时候 他的目光紧紧盯着那全身都包裹在火焰盔甲中的消炎 他隐约间 似乎瞧得那头盔下 闪过了一道戏虐的目光 轻火斗气 猛然高涨 那笼罩在消炎头上的火焰头盔 瞬间消散 而头盔消失 露出了消炎的脸庞 此刻他嘴上正如青蛙一般 大大的鼓着 手中印结飞快的结洞 不好 望着消炎这个模样 飞速而退的姚盛心中猛然吓沉了许多 然而他的心中念头刚刚闪过 消炎的手印就截然而止 鼓起的嘴巴猛的一张 顿时 一道嘹亮的唬哮声震耳欲聋的 在场中响起 狮虎 碎金银 虎啸声从消炎嘴巴里涌出来 一圈进虎 实质般的音波 犹如涟漪一般 闪电般的 扩散出来 瞬间就追上了姚盛 于是虎 后者脑袋马上是嗡的一声 悬晕起来 胸口发闷 一口鲜血涌上喉头 最后顺着嘴角 流了出来 在这突如其来的声波攻势之下 姚盛终于是受到了不小的创伤 并且还出现了致命的悬晕 在这种强者交锋中 悬晕 毫无疑问将会决定胜利的归属 而以消炎的性子 这种故意制造出来的悬晕 更是绝对不可能会被他放弃 因此 就在姚盛的脑中被悬晕所取代的瞬间 身体终于是有所动作 消炎脚底淫芒闪略 淡淡的雷声响彻而起 玄技众人眼前一花 消炎的身体就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姚盛的面前 望着这一幕 所有人的心都猛然提了起来 他们知道胜负就在此刻指定了 玄晕在姚盛脑中 仅仅持续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不过当他脑中被逐渐清醒恢复的时候 面前的黑影已经出现了 他的心头 一股极为强烈的进风 带着低沉的音爆声 在广场中响彻而起 拔击崩 碰 如此近的距离 姚盛已经彻底失去了逃避的机会 当下一张脸色被惊骇与绝望覆盖着 在这一刻 满场都是不断响起 倒吸凉气的声音 在如此凶猛的攻击下 姚盛怕是必败 无疑了 姚盛输了 淡淡的话语 从柳晴和林修雅嘴里同时吐出来 不过前者脸色阴沉 后者一脸惊叹的笑容而已 听着从柳晴嘴里传出的话 那先前还一脸激动 正期盼着姚盛把硝烟打得跪地求饶的柳飞 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 嘴中不断念叨着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被雄魂斗气所包裹的拳头 在众目睽睽之下 穿破空间的阻碍 再是无比的进风 重重轰击在一脸惊骇的 摇胜的胸膛上 拳头一握 铺天盖地的尽力 狂泻而出 扑齿 胸膛之处 传来剧烈的疼痛 摇胜惊骇的脸庞涌上一抹异样的潮红 片刻后终于是忍耐不住 哇 一口阴红的鲜血被狂喷出来 他的身体 如遭重击般的倒舍而退 最后重重的落在场地之外 落地处的地板都是青刻间列出一丝丝的缝隙 玄机彻底的崩裂 起点中文网版群所有 畅听网荣誉出品 喷出来的鲜血 在距离消炎身体还有两三尺的时候 就被火焰给蒸发掉了 消炎身体表面的轻火盔甲一阵蠕动 玄机化为了虚无 缓缓踏出脚步 消炎淡默地望着场地之外 一脸惨白的摇声 平静的声音在场中回荡着 你输了 消炎平静的声音 回荡在广场中 令得满场的窃窃思语声 都是戛然而止 一道道蕴含着各种情绪的目光 不断地在挺拔而立的前者 以及场外脸色惨白 满身狼狈的摇声身上 来回徘徊着 寂静 持续了片刻时间 终于是突然有一道清脆的 巴掌声的响起 玄机犹如连锁反应一般 整齐的轰鸣的掌声 在场中沸腾而起 直冲云霄 听着那充斥满场的掌声 消炎抬起头来 望向薰儿所在的地方 此时 这个妮子正一脸奄然的微笑 牵手优雅的 拍出动听的掌声 先前第一个 想起掌声的人 就是他 冲着薰儿微微一笑 消炎再度转过头来 视线投向了柳晴等人的方向 而瞧着消炎望过来 柳晴的目光 与之接触了一下 下巴 不着痕迹的点了点头 便是淡淡的移开去 至于那一旁咬牙切齿 不断低骂的柳飞 则是被消炎自动无视了过去 裁判席上 大长老苏千 也是微笑的站起身 目光 环视全场 片刻后 才缓缓的说道 此局比是 消炎获胜 随着苏千 叛决声音的落下 那响彻在全场的掌声中 再度变得嘹亮了许多 那像望向黑袍青年的目光中 有着一些不加掩饰的敬畏 与尊崇 这一路走来 消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彻底让他们折服了 再度瞥了一眼 面如土灰般的摇胜 消炎紫云翼轻轻一震 身形拔地而起 旋即飞上了高台 肩膀一颤 紫云翼就飞速的回溯 最后在周围一道道 惊现的目光中 消失不见了 一旁的吴浩 满脸惊喜笑容的 重重锤了消炎一拳笑道 哈哈哈哈消炎 真是好样的 现在看那个家伙 还敢不敢挑衅 先前的战斗 简直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吴浩不知道暗中 把自己的心提起来 又放下了多少次 虎佳好奇地转到消炎背后 也是一点羡慕地说道 哎 没想到 你这个家伙竟然还有这种 罕见的飞行斗计啊 啊 消炎笑了笑 目光投向身前的轻衣少女 后者的美眸中 也是禽着细微的笑意与温柔 这个时候 一道爽朗的笑声在身后响起 哈哈哈哈 消炎 恭喜了 打败了姚胜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能进入前十名了 消炎回头一看 原来是林修牙一行人 消炎摇摇头笑道 哈哈 好运罢了 若非是刚好克制她的黑水戒 想胜她 也并不容易啊 林修牙的目光 不着痕迹地瞟了一眼消炎的后背 嘴中嘖嘖赞叹 你有飞行斗计 那个家伙的黑水戒 对你没什么效果 林修牙说着 把视线投向了对面 柳晴等人所在的地方 戏虐地笑道 哈哈 不过 如今你打败了姚胜 倒是错了错柳晴那一派人的锐气啊 以后 怕是无人再敢小顺你了 消炎笑道 我只是想进入前十而已 这前十是第一还是第十 对我来说倒没多大关系 消炎可不想介入林修牙和柳晴两方势力的较量中 他参加强榜大赛 也仅仅只是想要得到那前十名的名额 以及进入天坟练气塔底层的资格而已 既然第一和第十都可以获得这个资格 那么只要拿到前十的名额也就行了 林修牙笑了笑 他也是听出了消炎话中的意思 也就不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纠缠了 他转口说道 哈哈 等大赛结束之后 我们或许还会去深山一趟 到时候 你要是有兴趣可以一起啊 那个东西对你也有极大的好处呢 哦 好了朋友们 预示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豆破苍穹第423回 欢迎加入小张同学交流群 一群105081369 二群160124178 三群136358417 和双词一起聊豆破 我都在睡了吗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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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